经历不景气 有的问奖现在一整天可能都赚不到一千块钱 画面上这位人称康董的机能车问奖 当年他可是大老板 曾经穷到要跳楼 不过转行当了机能车驾驶之后 现在一个月他能够赚八万块钱 他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的独家报道 戴着白手套整齐梳好头发 出车前他还是不忘想细节 他叫康世能今年五十九岁 大家都爱叫他康董 跑车十年经济这么不景气 他跑车业绩还是呱呱叫 出门到回家大概要十二个钟头 基本上超过八万没有问题 李总 早 早 早 我等一下过去接你 原来跑出八万业绩 有配方康董懂得用这招 笔记经营法 打开笔记本三百多笔的电话 康董主动出击联络客人 不怕被拒绝 主动约客大概占一半以上 大概一半 大概五十趴到六十趴 李总 只有一个行李啊 是 OK 好 我帮你放着 OK 亲自搬运行李服务到位 其实当年开过公司 会从老板变问奖 这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 那最主要是因为家庭的生活 小孩的注册都必须要花很多钱 在求助无门之下 真的有想了断的那个心情 生无奋门 所以说才在找工作 没有着落之下 才过来开机型车 人生操电走上绝路 也学会任命 在逆境中突围 大概都是八十岁上下的 我会带他们上雅明山 然后或是说北海岸 开机程车不只想当问奖 还把自己当导游 在不景气的年代 康董靠着毅力跟用心 让他破产人生重新爬起来 也让他的荷包赚满满 东三财经新闻 郑佳琪 李杨丽 台北报道